如果敌人绝豪固守怎么办,那肯定用炸弹给他们全炸上天呢? 以上就是最近一段时间俄军战术的真实写照。 对于绝豪固守转为首饰的乌军,俄军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使用各种航空炸弹对乌军的阵地轮番轰击。 在这场持续的炸弹攻势之中,想必各位也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俄军的炸弹越炸越准。 最近,活力军终于找到了问题的源头,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解析这一又被俄军寄予厚望的灭乌神器。 自从美军使用精确制导炸弹攻击氢化大桥之后, 这种攻击效率成倍于普通航弹的武器就正式走上了人类战争的舞台。 在海湾战争中,美军通过高强度的空袭,使用包括保时路在内的多种精确制导武器,摧毁了伊拉克众多目标。 虽然精确制导武器看起来是一种高大上的东西,但实际上却是一种廉价武器。 现在普遍的做法是,精确制导武器,尤其是精确制导炸弹,并不是一种全新创造的武器, 而是在现有武器上进行改进,让它能够获得更高作战效能。 以保时路激光制导炸弹为例,它的本体实际上不具有爆炸能力,而仅仅是一套带有遮阶弹衣以及激光引导头的套件。 这个套件只需要加装在兼容的某个炸弹上,那么这枚炸弹就会获得精确制导能力。 对于保时路3套件来说,它就可以加装在无制导的MK82、MK84和B2U-109上,让这些无制导航弹也获得精确攻击能力。 除了保时路,美军正在使用的另一种武器改装套件则被称为GDAM,即联合直接攻击弹药。 它和保时路套件不同,GDAM引入了GPS制导这一全新概念,这对比起激光制导是一种进步。 因为GPS制导可以在空中有水气或者能见度不佳的情况下依然正常工作,而激光制导航弹可能会因为上述原因而偏离目标。 另外一个好处是,由于空中在机自身的激光射程有限,所以在它自己执行任务时,一些地面防空单位的射程可能已经远超在机自身的激光射程, 这就导致在机必须要冒险进入敌方防空网内投掷武器,而GPS制导只需要输入坐标,在机就可以在射程包线边缘投放该武器,然后转头离开,大大增加了自身的生存能力。 根据GDAM的这一理念,美军又开发了GDAM-1R和GBO-39SDB,它们的共同点都是拥有折叠弹翼,拥有折叠弹翼的炸弹在被投放时就会和滑翔机一样飞出更远的距离, 从而进一步增加载机,载敌防空火力往外打击的能力,也可以让载机在不使用昂贵的空射巡航导弹的前提下,也可以打击敌潜纵深目标。 比如说空头的GDAM-1R,其射程就有约70公里,而SDB-1的射程不低于110公里。 在经过以上的介绍之后,各位应该不难发现,如果我们将这种精确制导滑翔炸弹进行拆分,它无外乎就是以下几个部分。 首先就是要不要激光制导能力,如果需要,那么就得在头部加装一个激光接收器,用来接收激光引导。 然后在炸弹背部,需要一对可以弹开的滑翔弹衣,这个滑翔弹衣的气动外形并不需要精心琢磨,只要可以造飞机,那就可以造滑翔弹衣。 其次,滑翔炸弹还需要在天上控制方向和抚养,而这就需要交给尾部的尾翼来实现。 最后,只需要写一套控制软件,告诉炸弹往哪飞,需要调整尾翼多少角度,就可以实现炸弹的精确制导。 在火力军的观察中,俄军在俄乌战争前线,从二三年末到现在,使用航空炸弹空袭乌军阵地的战术里,达成最终攻击的,基本上都是滑翔制导炸弹。 乌克兰中将伊万·加弗里·柳克也证实,俄罗斯今年总共投放了3500枚华翔炸弹,是去年投下的华翔炸弹的16倍。 从俄乌前线的防空态势,我们也能发现,在去年年末屡立战功的爱国者部队,现在也很难集中击落俄军战机。 这也是俄军在悄悄使用防区外打击武器的最好证据,毕竟你都不用飞进爱国者射程,又怎么会被爱国者打下来呢? 而根据俄罗斯媒体所发布的信息,我们也能获得一些非常有趣的情报,比如说,俄罗斯的确有制导滑翔炸弹,但是这种制导滑翔炸弹并不是类似于JDAM或者SDB这类精心制造的制导炸弹,这种炸弹从头到尾都散发着粗糙的感觉。 比较有趣的一点是,虽然看起来比较粗糙,但实际上它的设计思路和美军的同类产品并无二致,都拥有一个无制导航弹的弹体,一个安装在弹体挂架下方的折叠弹翼,控制垫面也都是安装在尾部,并且有着明显的分界线。 最相似的是,双方的折叠弹翼安装方式也几乎一致,都是使用类似钢带的爆箍之类的设计,将折叠弹翼的脊背牢牢勾在炸弹背后。 不过,虽然美俄同类产品如此相似,但俄军的制导滑翼炸弹套件和JDAM-1R也有不同之处,其最大的不同就是制造工艺和制造精度水平的差别。 据悉,俄军的制导滑翼炸弹套件被称为UMPK,它和JDAM-1R一样也是一种滑翼炸弹套件。 比较恶搞的是,甚至UMPK最常使用的炸弹本体FAB-250和美军的JDAM-1R选用的MK-82,重量也基本一致。 火力军只能说,俄军的抄袭技术确实很强大。 根据新闻图片来看,UMPK的制造水平相当粗糙,大概可以分为早气型和后气型。 根据图片,早气型滑翼弹翼背部套件,有点像是不锈钢直接焊剑而成的,为了对气动上进行妥协,还手动折弯不锈钢,做了一个渐簇型的头部。 后气型则更为简单,用看起来像塑料的整流罩遮住了弹翼头部位置,优化了气动布局的同时,也让UMPK套件有了更好的气动外形。 这也是早气型和后气型最显著的差别。 接下来我们继续往后看,相对于SDB或者JDAM的弹翼设计,UMPK套件的弹翼设计可谓是相当简单粗暴。 根据图片,它的转轴结构是完全暴露在外的,不加任何修饰,这样会不会造成额外的乱流暂且不谈,至少工时是结结实实的省下来了。 在弹翼的气动外形设计上,UMPK没有采用同类产品的后略翼设计,而是使用了平直椅。 推测这样可能是因为UMPK套件不够长,使用平直翼结构能最大限度地增加翼展,从而提高升力,让炸弹飘得更远。 除了主翼之外,在背部还有UMPK套件的弹出式升降舵,它的升降舵为全可动结构。 相比起主翼,它更短也更粗,想必是为了在高速下也能获得足够的抚养力距,来精准调平弹体。 最后,调节方向的任务则交给弹尾尾翼上两个向下的可动延长片。 这种方向调节和抚养调节分开的模式,对于炸弹调节精度来说,肯定没有GDAM4片可动尾翼来得更为精准。 但考虑到这些UMPK套件,基本上使用不锈钢或者软钢直接焊接,并且该有的功能都有。 所以火力军认为,UMPK套件至少能在制导滑翔炸弹的考卷上能拿一个及格分,但也就只能拿一个及格分了。 UMPK套件最大的缺陷,实际上并不是在套件上,因为套件根据俄军低价大量的制导思想来说, 已经不能称之为合格,简直可以说是优秀,而俄军滑翔炸弹最大的问题则是出在弹上。 俄军使用的FAB系列炸弹是一种在二战时期就大规模使用的高组设计航弹,也被称为平头弹。 这种航弹的优点是,利用其短粗平头的高阻力设计可以让载机投弹后, 炸弹快速停止向前飞行的势头,转入垂直下落阶段,这样一来可以提升在目视轰炸的情况下, 炸弹的命中率,而缺点除了有在挂载时会增加飞机的寄生阻力之外, 还有就是今天的UMPK套件改装。 虽然我们看见,俄军已经使用一种弹头整流罩设计来改变了FAB-250的高组外形, 但是有一个东西它是改变不了的,那就是FAB-250的弹体长度。 由于其短粗的弹体导致它的空气阻力依然很大,会进一步影响本就不多的射程, 而且短粗的弹体也不利于它在空中稳定,会导致弹体在投放过程中失稳,导致滑翔失败等问题。 根据一些UMPK套件的FAB-250投放过程来看,俄军可能通过改进配重的方式解决了稳定性的问题, 不过具体是怎么实施的,也许还是得需要一枚未爆弹才能了解清楚。 虽然UMPK套件最大的缺点是在弹上,但是它还有一个最大的优点,那就是它的导航系统。 据悉,由于甘利略和GPS系统对于俄军的屏蔽,因此俄军的UMPK滑翔炸弹套件很有可能使用的是俄罗斯自产的格洛纳斯卫星定位系统来进行制导, 而精度问题则可以拿炸弹为力来弥补。 FAB-250本身的杀伤范围为200到300米,远超于152毫米炮弹的50米。 即使格洛纳斯系统出现定位问题,那只要不偏到俄军自己人脑袋上,基本就不算大问题。 而俄军不仅可以使用格洛纳斯系统进行定位,还可以通过走私或者其他一些特殊渠道, 弄来民用版的GPS或者甘利略系统,和格洛纳斯系统进行对比参照,形成一个三险者系统。 炸弹会往多数派所决定的方向进行飞行,从而屏蔽偏差较大的可能, 这样一来就直接杜绝了炸弹飞到自己人脑袋上,或者根本炸不到人的可能性。 当然,有一些观众肯定会对上个月的新闻记忆犹新,那就是美军爆料, 在俄乌战场前线,依赖于GPS制导的陆射小直径炸弹和GLMRS火箭弹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干扰而偏移目标。 这实际上是因为俄军对于这些弹药进行了压制式干扰。 由于远程弹药多为惯性导航、GPS导航复核,一旦这些弹药飞越干扰区, 由于GPS信号搜索不到目标,惯性导航系统只能接管,并进行盲飞。 直到干扰消失为止,虽然惯性导航系统可以接管弹药, 但它的误差一般会达到一公里甚至更多。 由于大多数美制导航的信号接收机规格一般是可承受54分贝干扰信号比, 因此只需要小功率的干扰员就可以在一个大范围上干扰GPS信号。 在俄乌战场环境来说,俄军只需要在前线布置小功率干扰机, 让GPS制导航要飞越,那么就可以保护直径约60到100公里范围内的目标。 那乌军为什么就不能干扰格洛纳斯系统,也让俄军的UMPK套件打不准呢? 这实际上就是俄军的一些小聪明了。 俄军的纵深打击并不依赖滑翔炸弹,反而是无人机和伊斯坎德尔起作用。 滑翔炸弹实际上只打击乌军前线目标,比如战壕、火炮掩体等。 所以,即使乌军在前线设置格洛纳斯干扰机,起到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因为俄军轰炸的是前线目标,所以干扰机只能干扰末端制导的阶段。 这个时候,由于飞行路径几乎已经确定,即便可以完全屏蔽卫星信号,冠性导航系统也不会操纵弹药产生华移,而是会直接一头撞在地面上。 这样一来,格洛纳斯干扰机能遮蔽的范围可能只有20公里甚至更低。 对于冠性导航系统,一般每小时一度的偏移率来说,20公里甚至不足以让FAB250的爆炸范围远离被保护目标。 这也就是为什么看起来乌军好像在单方面挨炸的原因。 在一场对乌军前线的轰炸行为中,俄军一般会出动苏34或者苏24等战斗轰炸机,搭配UMPK制导滑翔炸弹。 在一开始,就爬升到1万米的高空,距离前线大概35到50公里的位置。 将机头对准目标大略方向后,输入火控坐标数据,然后开始俯冲。 在俯冲的过程中,投放UMPK制导弹药,这一过程会为炸弹赋予9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弹药在下落过程中会在气动面影响下自动翻身。 随后,固定弹翼的爆炸螺栓炸开,被弹翼积压的弹簧自动将弹翼弹开并且卡死。 在观察到航弹全部投放之后,载机马上掉头,脱离爱国者等防空导弹的打击范围,静等炸弹爆炸即可。 这种打了就跑的战术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战机被乌军防空导弹击落。 而且,由于炸弹本身没有火箭发动机,且不散发热量,这也导致任何防空导弹都无法有效拦截这种武器。 这也就意味着,只要俄军战机起飞,那么乌军前线阵地基本上就会吃几发炸弹。 更要命的是,俄军也根据卫爆的陆射小直径炸弹开发了UMPK的火箭炮版本,使用BM30龙卷风火箭炮发射,射程将不低于60公里,可以有效打击乌军潜纵身的重要目标,比如弹药库、集结点、防空阵地和炮兵阵地等。 虽然UMPK的卫星引导精度在最好条件下也才8米,但奈何FAB-250的威力确实太大,乌军一时间拿这个东西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目前唯一能做的,就是期待援助更多,且射程更远的防空导弹,这样才能有效遏制俄军战机的滑翔炸弹战术。 至于这样挨炸的日子还要持续多久,火力军认为,期待俄军UMPK套件或者是FAB炸弹用完是不现实的, 可能真的只有等到爱国者大规模猿巫牵线的攻守态势才能再次转变。 好了,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什么需要补充的,欢迎发在评论区和大家一起讨论。 如果您喜欢这期内容,请一定要点赞并关注火力军。 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